Hello 大家好 我是林冠 健康好生活有YouTube的官方频道 大家记得要赶快按订阅 接下来阿峰老师也要分享健康好料理 跟阿峰老师这个季节的阳台宝 那老师先说说 这个是你种的韭菜 对 很大把 收成起来很可观 然后它韭菜花也长很大 其实应该这个故事是这样 就是我常常会有买菜 然后我们做菜节目剩一点点的东西 那我其中就有一次有一个韭菜花 然后呢我就 我反正就冲头什么都乱撒 结果那次韭菜花之后 就变成了开始 你会看到有这个菇彩 韭菜你只要不要把根拔掉 它算一查一查 你从那个嫩叶的地方下面剪掉 可是你收成去吃之后 它还会再长 只不过就是你要微微施肥 你要是没有施肥 它就会越长越瘦 那再来就是你不理它的结论 就会像我们今天现场 我带来了 对 就是这菇菜花 你可以看到 我今天早上采的这一朵正在盛开 你看 对 一朵小花 对 那它含苞待放的时候 就像我们现在前面这样 小小的 瘦瘦的 有的比较肥 然后再来它就会开花 然后再来还会有结那个韭菜籽 OK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 然后所以 有时候我觉得阳台是这样 就像我也在除了家里的阳台 有薄荷 紫苏 什么迷迭香 柠檬我通通都种 自己种的韭菜 你问我说 跟买的比起来 有较好吃吗 没有 没较好吃 因为我们不是专业在搞 你知道吗 所以最棒的方式就是 我每次如果有 就是把它切碎碎 细细碎碎 这样一大碗 对 像我收那一把一斤多的话 我就可以包 我可以配两斤肉 我可以包一百多颗水饺 所以这是我们在家里面 你可以看到 我如果有收成韭菜的时候 我就会买点肉 然后把那个味道打好 然后这个切碎晾干的韭菜 要包的时候再把它合进来 那当然今天呢 拖阳台宝的节目 大家有水饺可以吃 对 大家有水饺可以吃 那老师也要分享一个 韭菜烘蛋的料理 对 那我就直接把阳台收成的 这种就是细碎的韭菜 然后韭菜花 我们做一点变化 那我来做 符合这个韭菜有一个名字 它又叫做起洋草 那所以我就做一点点的 比较有营养概念 我跟蚝仔做在一起 好 我们先热锅热油 然后现在包的是姜末 对 就是姜末还有蒜末 我要做应时蚝 好 所以一样的话爆香 对 好 然后几颗 来 先几颗的这个 这个韭菜 我的韭菜是湿的 就有带韭油的 所以我不需要太早爆香 我只爆几颗有香味 对 然后酱汁 那个酱油可以让它 下一点点下去 让它酱香出来 对 好 然后呢 这个是 一点点的酱油膏 酱油膏 也一样炒香 一点点的米酒 我要先煮这个 酱汁的味道 好 那至于你辣不辣 真的是看个人 我今天还是煮一点点好了 好 因为我觉得会有点辣好吃 好 然后这时候我就可以来 把水加下来 那我水要加比较特别 我放了豆腐 对 那我要煮的蚝 我要加的水 用的是什么水 就是我们煮应时蚝 蚝很容易 就是会跑水出来 煮出来就不漂亮 然后你说我用开一锅的滚水去烫 烫它之后其实蚝的鲜味通通跑到 这个我们的汤水里面 那我今天用的是另外一个手法 就是蚝啊用盐洗干净之后 放在碗里面 那个滚水 直接就把它往里面冲筷子剥一剥 盖子稍微闷起来 那闷起来之后 你会发现蚝啊的这个样型 它就 稍微跑出来了 对 然后还不至于太熟 然后那个蚝啊的汤水 就释放出来 然后现在我们就用它 蛤 所以你把它当高汤啦 对 真的喔 可以这样子做 是 对啊 好好颠覆的感觉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 我还以为这水都脏的 没有 不是洗干净之后 是蚝啊释出的这个鲜味的汤水 真的喔 所以因为是泡了滚水热水是不是 对 就是用冲滚水 那我们等会要全部蚝啊都还要再下来煮 所以立刻就是直接这样盖起来 我们就先煮豆腐把它煮透 然后最后等会再来下蚝啊跟韭菜花的部分 好 那这个就先摆着 那这个收下来的这个 这些我们阳台植物 其实它常常分量都不是很多 然后你说它的口感 像我刚刚收多的时候包水饺 那有时候呢 就是刚好下午到小孩上去的时候 下来收一点下来 我就会去变化一下 那最常的就是拿来煎蛋 好 那在这里面我们放一点点的微量的盐 然后刚刚放的这个是 油脂香油 芝麻香油 微量的香油 好 大概加常三颗蛋 然后少量的盐 少量的香油 把它打散打匀 对 然后我们现在来慢慢的 然后我要把韭菜也放进来 我觉得阳台 那个种的小东西 真的最容易搭配的是蛋 刚刚江医师那个葱也可以做葱蛋 九层塔也可以做九层塔蛋 然后你现在韭菜也做韭菜蛋 然后蛋又是很家常很平价 搭冰箱很容易随时库存的 对不对 台风天来了 菜很贵 赶快这个打发全家 好 那你可以看到 这就是跟我刚刚量多的时候 拿绞肉包饺子 对 然后量少的时候 我觉得蛋就可以解决一切的事情 就来烘蛋 对 就是很好的解决问题 好 然后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放下来 可是今天这个就是韭菜量很大 就等于蔬菜量很大的烘蛋 对 好 那所以我会把它煎一片一片 最后这个小细水韭菜 包蛋也会汇到里面 它也可以沾那个这样子的汁 对 不然的话你全部如果没有用蛋 把它包起来 它就是乱成一锅 然后就是我就韭菜花 你可以看到现在豆腐 它已经开始烧上来了 然后那个酱也烧香烧入味 对 好 然后再来我们的蚵仔 这时候 蚵仔这个时候就下去了 蚵仔也不能烧太久 不能烧太老 对 那这时候我就要把我的饮食 就是都直接凑好在旁边等着它 要下去调味 对 好 我们现在的调味 这个豆豉也下去 对 一点点的酒 好 少量的米酒 对 就放着 然后让它烧一下 好 让它烧一下 老师 那烧它的同时 我们顺便看一下这个烘蛋 对 这个要怎么烘 煎到什么厚度 不用 就是基本上我觉得妈妈 你在家你可以像说 整片这样烘 可是我不用 我要去烧 我就是很方便家人在吃 所以你只要它开始定型 定型 你就可以开始先切蛋糕一样 真的 就可以来切 然后这样子就很顺势的 一片一片 也可以把它煎得很漂亮 这样也没有要煎一个大圆形 这样子 没有 你就这样子一块一块 就很家常煎蛋 对 然后这样子去煎 就可以把韭菜煎得很透 然后蛋煎得很香 同时间我们阿芳老师的这个豆豉 已经好了 我已经打了一点点的芡粉在里面 然后最后再加一点的 韭菜 然后刚刚的这个韭菜蛋 你可以拌着这样子吃 这里面还有韭菜蛋片 所以就变得很丰富 然后把我从阳台收起来 有一点点的韭菜 一点点的韭菜花 全部通通都直接做完美的下锅 对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阿芳老师这道菜很厉害 可以利用一株植物变出两种不同的菜色 而且那个蛋 烘蛋 我印象真的很深刻 因为一般早餐 我们就是很简单的冲撒蛋 可是没有办法 像老师这种又有厚度 然后咬下去又多汁 然后又带有一些韭菜的一些香气 刚才老师有提到说 韭菜是起羊草 确实我觉得这道菜 其实是补肾羊 很好的一个药膳 韭菜补肾羊 还有加上那个黑豆柿 黑豆 色黑入肾 像那个蚝蚝 都是一个对于女性荷尔蒙 很好的一个补养药材 尤其对一些虚寒性不孕症 这是一个很好的食善